一年一度的 加大公益馬拉松 13號在台北盛大登場 除了54個國家 將近3萬名跑者參賽 更有大人帶小孩的親子組 還有視障朋友 克服恐懼的挑戰 看在代言人蔡依林眼中 只有滿滿的感動 我已經就是笑到我臉很酸 因為我覺得他們的那個快樂 跑步的快樂的感染力 已經感染到我身上 我很喜歡看到那個媽媽爸爸 帶著小孩 然後記錄他們一起參加活動 那種瞬間 我覺得非常多愛的感覺 合家歡樂一起運動 小朋友的單純和活力 讓人看了窩心 至於視障朋友 在看不見的情況下 勇敢大步向前邁進 就連田徑國手 陳歸如和向俊賢 都肅然起敬 其實自己就是有玩過 就是閉著眼睛這樣 去做一些動作 去走路 就其實就是有一點恐懼感 會不自主的 會張開眼睛 想去看前面的情況 所以真的 對於他們這種勇敢 然後會想要去參加這種活動 然後去跑的這種精神 真的很配 不是因為我身上 有任何的問題 然後就躲在房間 或者是不出來活動這樣 我覺得他們出來是一個 鼓勵大家出來繼續活動 繼續運動的一種精神 除了小朋友的單純 和視障朋友的勇氣 只要願意挑戰自我 透過馬拉松的考驗 戰勝自己的意志力 都值得喝彩 對每個參賽者來說 都是一場勝利 我來體育新聞採訪報導